第2419集 北斗 纷纷扬扬二十载 道工成立 稳定一方宇宙 期间也有征法 也有血战 但道工受到冲击不大 二十年来 神组织与地府开战 这一战让世人看到了两大传承的可怕 他们可以颠覆乾坤 若非双方有仇怨 任何一方都可以均临宇宙 地府出动几部大军 一百万计 出现各地摧枯拉朽 毁掉不少神像 与神组织爆发了大战 让人恐怖的是 地府出动的高手中 有不少都是古代有名的人物 部分人被载入过史册中 至今还被人记得 那是他们的尸体 数以十万年过去 他们的尸体产生了灵指 再次出现了生机 成为了新的生命体 而这一切都是地府的功劳 这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传承 他们在整部修士史中 都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关注每一代的英节 运走他们死后的躯体 这种大动作 大功成让人觉得发慎 在这一战中 神组织的一尊神像 也同样惊动了人间界 有人听到地府一尊 重要的古师统帅 曾经称呼他为 天庭时代的神将 一个被人塑成石像 经过数以百万年膜拜 而产生灵制的石人 着实震惊人间 事实上 那不是帝尊时代的神将 只是一个人造圣灵 体内被刻成各种大道符文 本是为纪念天庭的一位神将而塑 结果漫长岁月的演化 被参拜出了神石 念力化神 二十年征战 两个庞然大物 打到星系崩坏 全都损失惨重 而他们动用的力量 与后手等 也让人发毛 纷纷乱乱 血流成河 道工在发展 不死天后的皇朝义 在蛰伏 不曾爆发血战 但是谁都知道 他们间必有一战 宇宙中奄然被四大势力 划分出了界限 谁都不敢贸然行动 短时间内 不可能再发动大战了 在此期间 各地有不少五色祭坛 还有古皇台被修复 星门再次兴起 宇宙各地间的往来 不再那么的艰难 天庭虽然很强 吞并了神庭不少疆域 但是跟四座庞然大物 比起来还是显得不足 无论是从教中第一高手来说 还是从整体实力来讲 不能相提并论 他们有成为第五大势力的可能 但目前还算不是 教中潜力高手很多 前景光明 但是毕竟还不能真正 均临天下 有许多变数 没有被人列为 同阶的庞然大物 当然 也绝不会有人敢小觑他们 当年地主何其强 可是却曾在天庭落荒而逃 这里让将成道者都忌惮 北斗曾经惨破了 被毁得不成样子 石横遍野 血流成河 后来有人将四分五裂的星辰 熔炼为一体 又移来日月星辰 将被打成虚无的星空填满 等若再造星河重开天地 数百年过去了 无论是山川大地的裂缝 还是人们心灵的伤口 都几乎被抚平了 凡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 这个世间虽然还在流传当年的血雨乱 但美好的 祥和的也终究还在 不曾磨灭人们心中的憧憬 东黄非常广袤 桌里有七大生命禁区 为黑暗动乱的源头 城山的尸骨早已不在 划进了黄土堆中 现在桌里依旧美丽 如同当年 有壮丽山川 有山间奇迹 有不死药的传说 吸引着世人 而到了现在 星门复兴五色祭坛 古皇台等各种繁复的传送大阵 陆续重建天光 被人们从遗迹中挖出 还有一些后荒谷时代的后人杰作 也都被应用了起来 这片星雨不再只是北斗人的天地 还有来自宇宙各地的修士出没 人们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到此 要看一看所谓的藏地星 有人为朝圣而来 三不一叩手 向着那些古代大帝 曾经的闭关帝 道场等刑取 有人因仇而来 因恨而至 远挑几大生命禁区 不敢靠近 在外徘徊 暗自诅咒 正是这些地方出了至尊 杀了他们的先辈 陨落了那么多人 有人赞叹 这就是几家遗址啊 好恢弘的一片山脉 好壮阔的山川 这些山曾经是神岛 都悬在天空中 后来被至尊战的余波震落了 不然比这里要壮力很多呗 在南狱一片古迹前 有不少人平调 很多人都在感慨 遥想当年 虚空大帝舍身而战 最终却是半面 仙境燃血葬虚空 让人垂泪 许多人一路南下 去眺望荒谷禁地 这或许是唯一 不被人仇视的禁区 据传黑暗动乱 就是被此地的存在平调的 久坐圣山早已毁 神耀不知去向 只留下深渊下的遗迹 只是不知道 女帝是否还在 没有人敢进去 因为那剥夺岁月的气息还在 似乎也预示着什么 天马族一位强者说道 听闻 当年人族叶凡就是与此发迹 不知是真是假 自然是真的 几次出入 摘走了不死圣果 才化开苦海 令他走上修行道路 时也命也 若是当年 不曾在这里有大造化 也许也就不会有了 而今的一代准地 古皇子女杀手 很多人恨生不逢时 若是他们也在那个时代 也许说不定会取而代之 成为当年的大机缘者 有些人总是这样 总对过去充满遗憾与向往 而真正的机遇只在前方 却始终把握不住 师父 你还安好 弟子放心了 在人群外一道身影宁丽 默默地看着天际 似乎想到了很多 有人发现了他露出异色 那不是龙宇轩吗 是当今北斗妖族有术的高手之一 龙宇轩没有延伸走向远房 听闻他是圣子叶凡的弟子 不知是否为真 当年他被老鹏王收为了义子 请尽所能将天鹏一脉的天官打开 把秘书传授于他 可惜老鹏王自己必死官失败了 不然妖族必然又出一尊大圣 人们感叹 龙宇轩听到耳中露出伤感 头也不回的远去 他轻轻一叹 该去诗帝会合了 一个道士行走于红尘中 认真对待每一位信徒 他的名字叫张青阳 黑暗动乱结束后从御外归来 他如苦行僧 不动用法力 不动用神术 在红尘中传道 这些年来 他对信仰的研究 达到一个通天动地的地步 不得不说 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古来罕见 数百年的岁月除却龙宇轩外 没有人知道 在红尘中 这样一个盖世的天才 取得了足以震骨朔金的成就 这种成就不是体现在战力上 而是他对信仰力的解析与理解 超越历代圣贤 龙宇轩说道 师弟 有心发现了吗 有惊人的发现 我们要立刻去告诉师父 我发现 信仰之力可以让人活在众生的心头 真的是一种长生的方向 张青阳告别红尘 从自己的研究中解脱而出 非常的激动 与平日的神圣传道是气质不相符 可行吗 龙宇轩疑惑 可行 古代有些至尊研究信仰之力 不是没有道理 真的太有用了 所谓的来生就与此有关 张青阳越说越激动 最后更是提出一个识破天经的猜测 我怀疑阿弥陀佛至今还活着 等待着转世 不死天皇也可能没死 早晚有一天会出现 古来他们两个在这条路上 走得最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